小燦一百秒 Kiwi做得到 完成任務哈哈笑 耶 大頭 你的臉怎麼長那麼多點點啊 我不是大頭啦 我是大頭的哥哥 饅頭 饅頭 那你一定是芝麻口味 哈哈哈 Kiwi姐姐 那今天的一百秒 你要挑戰什麼呢 今天我要挑戰的是 輕鬆睡氣 咕咕咕之手套公雞 好奇怪的名字喔 那要準備什麼材料呢 要準備的材料有 雙面膠 剪刀 橡皮筋 色紙 動動眼睛 還有手套 那你有信心嗎 應該有 好 挑戰一百秒 計時 開始 好 首先要吹氣 第一個步驟要先吹氣 對 要吹得很飽嗎 要很飽 然後用橡皮筋綁起來 吹得很飽之後要綁很緊 對 要綁很緊 為什麼要綁很緊 因為這樣子氣才不會漏掉 氣才不會跑掉喔 對 沒錯 所以要把它吹得鼓鼓的 好 沒錯就是像這樣子 接著我要來剪它的翅膀 要做翅膀了 是 小公雞都會飛的 還有70秒 好 沒問題 還有它的機罐 機罐 因為是公雞所以有機罐 對 小小的機罐 還有它的嘴巴 尖尖的嘴巴 公雞的嘴巴是長得尖尖的 是的 接著來用雙面膠把它黏起來 要把它都黏上去了嗎 對呀 黏在手套上面 所以用雙面膠黏上去 我們還有40秒喔 40秒 好 我再加快速度 這個是機罐 那公雞跟母雞不一樣的地方是哪裡 公雞的機罐比較高 母雞的機罐比較小 好 還有嘴巴 對啊 我還有幾秒啊 滿頭的 我們還有20秒 20秒 好 沒問題 對 還有20秒喔 好 現在還有10秒 好 7 6 5 4 3 2 1 1 完成了 剛剛好 哇 完成了耶 可愛嗎 很可愛耶 公雞好可愛 而且也是一隻胖胖公雞喔 對 咕咕咕咕咕 哇 那這個可以做什麼呢 我告訴你 這個可以放在家裡 而且如果家裡做生意的呢 你就可以放在店門口 哇 你看這樣 客人經過就覺得說 哇 這個小雞好可愛喔 就會進來跟你們買雞蛋喔 哇 還有放很多蛋耶 對啊 感覺就像一隻招財雞喔 對 牠就是個招財雞 那我們今天的挑戰100秒 成功 哇 可是 為什麼公雞要在孵雞蛋呢 牠在幫牠的母雞保護小孩 哈囉 大家好 我是QV姐姐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下訂閱鍵 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不一樣的內容的話呢 也記得看這裡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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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